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警特战队长 能够实验一名武警特战队员 武警特战队的队长 非常的荣幸 挑战的有很多 因为现代军人第一次演 而且要展示出现代军人的这种好气 这种能力 还有这种音资撒手的这种感觉 都需要去琢磨啊 去自己去建立 再一个就是剧中还有很多的动作戏啊 还有那个持枪射击这些的戏份 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 去积累去完成的 而且军人嘛 他是有他特殊的一个形象 特殊的职能 特殊的使命在 是和我们在生活中塑造的一些角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能得到这个角色 我是非常的正极的 而且我是非常的慎重去穿合 就像刚进剧组的时候 在前期准备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着 应该是军人的 他们有多有的气质和形态 因为长期的在外面训练 执行任务 他们肯定皮肤是很幽黑的 然后我们几个队员 还有就是知道 我们都就是在玩命的晒黑 但是拍摄过程中 看到基层部队的那个战士以后 我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黑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晒了 因为他们训练啊 人们都在室内 条件没有我们想象的 就是那么的极端 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肤色再调整一下 不要像特别幽黑幽黑的那种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小插曲挺好玩的 自己在家里面 在早期的时候 可能自己就会 就是静泽练练 静军礼啊 斩军姿 这个微表情 这些 就像我们刚开始 也都在一起集中军训 集中去练习射击和练习活斗 这些 搏军 像我们这部戏的军事指导 就是之前的武警特战队员 他们的经验都很丰富 那我们在现场或者是 收工以后 基本上就是在 跟他去聊 就是 基本上就是黏着他的那种感觉 这个动作应该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 他们都快被我们问烦了 我觉得他更杀法决断一些 当地立断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是军人 我可能作为演员 作为我们 个人来讲 可能更优柔寡断一点 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对 在一个 琴冠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 他在大事情上 跟自己的战友 和自己推伍的战友 生活中的事情 他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他是非常绵绵俱到的 这个我和他可能会有些相 在生活中 我也希望能够把事情都做好 然后去估计身边的人的感受 很开心 网友们都喜欢我之前实验的《曲合色》 首先这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当然我们演员要尝试不同的类型的作品 服装戏呢 它有服装戏的表现手法 和表演状态 表演方式 作为我们现代军人 那我们一定要表现出 我们现代军人要有的撒装 还有作为我们一个尖兵的这种 熬叫呼呼声风的这种气势 这个是不一样的表现手法 对所以这个也没有必要去比较 我们胡老师是一个特别灵的演员 他特别知道这场戏 他演员就是这个要表现什么 但是呢他又不太爱说话 在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一个安静的演员 但是他表演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并不是 可能他内心是有一个非常 对对对 大家这部剧的表现下一次 可圈可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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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